这天,钟翰良一身铠甲打扮现身横电古装剧组,在他的身后布置着为特效戏份做准备的巨型绿幕。 在为开拍之时,钟翰良手举一把黑色遮阳伞,在片场来回溜达,不时东张西望地瞧着片场里的热闹。 过了一会儿,他突然原地360度转移一个圈,站定后向前方扬起下巴,似乎正自我练习着接下来要拍摄的动作。 彩排一遍不够,他继续反复练习找着感觉,可以说是惊异求惊。 这部分的拍摄结束之后,钟翰良转场来到热闹的商业界进行下一场戏份。 除了小娃以外,董又林和远冰岩也在场,他手中拿着剧本,和几位演职人员及工作人员围成了一圈,一头认真阅读准备。 与埋头苦读的小娃不同,远冰岩则抬头望向远方,似乎在脑中彩排着应该如何表现下一场戏。 不久后,几人各自分散站位,钟翰良手中依旧紧握剧本,但他早已将台词熟悉于心,全程脱稿念念有词,同时配合做着手部的动作,勤勤恳恳地练习着。 随后,工作人员拿着剧本来到他们身旁进行指导,钟翰良抬手笔向身前的董又林,似乎在事宜下一顿才轮到他了。 小董同学立即接上,跟工作人员讨论几句,随后小娃也参与进来,两人一边看剧本,一边讨论表演时的配合。 过了一段时间,袁冰岩也过来与二位男演员会合,他在这场戏里貌似戏份不重,跟二位简单对的几句台词后也先行离开。